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击毙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西里后 美国国务院8月2日发出警告 称美国公民赴海外旅游面临的暴力攻击风险增加 美国国务院声明称 目前的信息显示 恐怖组织持续计划对横跨全球多个区域的美国利益实体发动恐怖袭击 袭击可能会采取多种手法 包括自杀式袭击、暗杀、绑架、劫持和炸弹袭击等 国务院敦促美国公民赴海外旅游时保持高度警觉 提高对周围环境的安全意识 8月3日 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丈夫保罗·佩洛西 因涉嫌酒驾在加州纳帕县的一家法院接受传讯 律师对他的两项指控做了无罪辩护 保罗·佩洛西曾于5月份酒驾发生车祸 解体内被检测出有毒品 他面临的指控包括在酒精作用下驾驶致人受伤 和在血液酒精浓度超过0.08%情况下驾驶致人受伤 洛西市议会8月2日投票决定禁止在学校和日拖中心500英尺范围内建立无家可归者营地 市议会以11票对3票的结果大幅扩大了现有的禁止坐、睡觉或露营的禁令 新禁令目前将适用于市议会指定的日拖中心和学校 该投票适用于公立和私立学校 是在上个月的一次投票未能一致通过之后进行的 下周仍需要进行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投票 洛西联合学区官员表示 该市范围内约有750所公立学校 该市有近1000家商业日拖企业注册 下一学年将于8月15日开始 全面禁令的支持者表示 无家可归者营地对学童的健康和安全构成威胁 尤其是因为吸毒成瘾或精神疾病患者存在破坏性 包括无家可归倡导者在内的反对者表示 该措施将进一步将无家可归者定为犯罪 该禁令出台之际 几家酒店将停止参与政府的Roomkey计划 这一计划向他们支付费用 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数百间客房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3日宣布 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海用的海底隧道等排放设备工程 将于8月4日起正式开工 有关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福岛地方政府2日表示 同意海底隧道等排放设备主体工程启动施工 此前报道 日本政府和东电力争2023年春天左右开始排海 但要获得渔业团体等相关人士的理解 势必十分困难 东电计划使用海水稀释核污染水 再通过海底隧道排放至约一公里外进海 预计全部排完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当地居民和渔业从业者仍然担心 核污染水排海计划会带来损失 渔业从业者表现出明显的拒绝态度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 8月2日晚开始将在台岛周边开展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 解放军将于4日至7日在围绕台湾岛的6个海域和空域 展开重要军事演训行动 并组织实弹射击 并且提示为了安全 在此期间有关船只和飞行器不要进入上述海域和空域 有台湾媒体指出 形同海空封锁台湾三天 3日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全天候组织实战化联合演训 检验部队联合作战能力 东部战区空军出动预警机 尖机机轰炸机等多型战机依次起飞 飞赴台岛北部西南东南空域执行预警指挥兵力禁压等任务 东部战区海军在台岛周边海域同步展开联合封控和联合对陆 对海打击等多科目针对性演练 設定人员 自无归 打字很明显 提出 旧 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